我们静静奔向到最深的地方 愿你的生命宁静温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姻缘小剧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时刻与您相见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 艺术工作者蒋迅焦老师和我们谈中国美术史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史蒋迅老师 要我们来介绍的是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所以我们谈到魏晋这一段时期 我们也介绍过王羲之这个大书法家 可是王羲之的书法里面 有一个特别被推崇的就是蓝亭集序 很多人都写这个字 可是可能不完全了解蓝亭序 不只是书法史 同时也是绘画史 因为有画家画这样的故事 它也影响到可能比如说建筑 比如我们现在到绍兴 在浙江的绍兴 山音蓝亭 这个部分现在还修建出了蓝亭 而且它变成一条路 就是曾经在公元353年 大家算得出来距离现在大概是1000多年前 那曾经有41个文人 他们在某一个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就聚集在山音这个地方 蓝亭这个地方 那聚在那边有一个目的 是因为他们要修气 修气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 就是过去的人有一个习惯 在春天的时候 他们要聚在一起喝喝酒 或者是用一些哀草 这种东西来焚香 表示祝福身体健康 或者除邪税 就是不好的东西把它赶走 然后让福气能够到自己的身上来 那么可是也就变成文人 假借这个名义聚在一起 变成一个所谓的雅集 我们说的雅集 就是大家在一起写写诗啊 喝喝酒啊 然后唱唱歌啊 弹弹琴啊 这种在一个大自然的野外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蓝亭这个地方 到现在都很有名 我记得我去过几次这里 碰到一大堆日本的观光客 因为这个书法太有名了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景点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建筑 很多都是后来修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 王羲之那时候跟41个朋友坐在那边 大家都在写诗啊 喝酒 那后来大家就发现 今天我们大家都写了诗 这些作品 把它集在一起 那集在一起要出版 那出版前面应该有一个人写序 那么就发现说 王羲之的人品 书法 以及文章都是最好的 那就推 公推说 你来写序吧 所以我们叫蓝亭集序 就是蓝亭集是一个 一本书 那么他就写了这个序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 我们看到是永和九年 就是公元353年 所以在归丑 牧春 就春天快过完的时候 会于归继山音的蓝亭 修器事业 那他特别提到群贤壁制 就是这个时代当中 一代的精英都来了 就是谢安也在这里 当时的一个大宰相 谢安孙厕 这些人都在场 群贤壁制 少长贤吉 就是有的年轻 有的年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文人的世界当中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辈分跟阶级 那么大家都是文人 所以有年轻的 有年纪大的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那他就觉得此地 这个地方非常美 有崇山峻岭 有高的山 有非常漂亮的丘陵 那茂林修竹 有非常茂密的森林 有非常细长的竹子 所以今天我去兰亭的时候 我去走这条路 你会发现现在的人 用园林的方法 就把他的文章重新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对建筑史 影响很大 就告诉我们说 人如何走在山音路上 所以这个地方的景点 我跟很多朋友说 蓝亭不是一个博物馆 它是一条路 就是走在路上的这个感觉 茂林修竹 然后有青流集团 就旁边有那个小溪流 然后有水的声音 他在描述他感觉到的 那个大自然的美 青流集团 硬带左右 就是两边都有溪流 引以为流伤取水 这个部分大家现在比较不容易懂 就是把那个水引过来 变成弯弯曲曲的一种取水 然后在里面放伤 伤是一种很轻的酒杯 就飘在里面 所以因为大家在写诗的时候 彼此不干扰 所以就可以随时拿起这个酒杯来喝酒 这个叫做流伤取水 列作其次 就大家分散在这个水的两边 坐在那个地方 那虽无私主管弦之圣 就是这一天没有卡拉OK 没有请乐团来 可是一伤一勇 我们一边喝酒 一边在唱歌 一足以唱续忧情 也可以把我们心里面的情感 都表达出来 那最美的句子是下面 诗日也 这一天天朗气清 汇风合唱 就是天这么高 气这么轻 然后风吹过来这么柔和 汇风合唱 仰观宇宙之大 你看宇宙这么辽阔 那我们看到王羲之大部分以前的信 看到都是奈何奈何 都是痛苦的 这一天是他难得的生命里面 在乱世当中一直快乐 因为他走向自然 而身边有这么美的一些朋友在一起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 这就变成了一个名作 我想大家看得出来 这里崇山都是写漏的字 或者这边因继所托的因 是写错了字 所以我们应该说 蓝亭其实是一个草稿 是一个草稿 而且王羲之在写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喝醉了 所以他写的字有点颠颠倒倒 写错字补来补去 可是我们很难理解 为什么蓝亭去变成这么重要的一个作品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也许会让很多朋友失望 就是说 这作品不是王羲之的真机 因为王羲之的真机全部不在 就是我们现在看过 包括上一次讲到传到日本去 全部是唐朝的魔本 因为唐朝的有一个大皇帝 一个了不起的帝王叫唐太宗 他太喜欢王羲之 他喜欢王羲之 所以他把所有王羲之的真机 全部陪葬昭令 就他死掉的时候 全部陪葬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等说 昭令打开挖出来 会不会还有王羲之的字 因为我们不晓得 一千多年这些东西 大概都已经腐烂掉 因此唐太宗当时就找了很多人 去磨踏王羲之的这个字 所以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存了一张画很有趣 这张画刚开始看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他的名字叫做 萧义转蓝亭图 萧义就是草子头这个萧 义是鸟的翅膀的义 这个人叫萧义 这个人我应该怎么解释他 萧义是唐太宗 底下的一个间谍 那我用间谍这个字 不晓得恰不恰当 就是说他等于是唐太宗 去帮他在民间搜寻 王羲之的字的 因为王羲之的字 唐太宗都要 那有些人为了要做官 有些人为了要有钱 都拿出来给唐太宗 唐太宗就给他们官做 或给他们钱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要 就觉得我喜欢王羲之的字 我干嘛要给你皇帝 可是这个被知道要杀头的 所以他就派了一个萧义 去找兰亭 因为唐太宗 王羲之的字都有了 可是没有兰亭 他就很难过 因为兰亭听说是最好的 那皇帝觉得最好的我没有 这不是蛮难过的 所以底下就养了一批人 这些人就 他怎么样做间谍 这个间谍很不好做 他练王羲之的字 他把王羲之字写到极好 所以我说 这个人如果是国安局的话 也真不简单 因为你要练书法 就他把王羲之字写到很好 以后他就结交 所有认识王羲之的字的人 因为他想 藏着兰亭的人 书法一定好 你不懂书法的人 不会把兰亭当成真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线索很有趣 所以萧毅后来就找到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叫变才 据说变才和尚 他是王家的后代 后来出家了 那很多人就有一点 蛛丝马迹 觉得兰亭在他手中 可是他说没有 所以你也查不到 那么所以萧毅就跟他做朋友 那变才写王羲之字写得极好 他也写王羲之的字写得极好 所以两个人就做了朋友 做了朋友以后 就开始有机会 打听很多的东西 所以有一天 两个人就谈王羲之的字 谈到很开心 那个变才就有一点 觉得萧毅有点可惜 他说你写王羲之的字 也算是天下有名了 可是可惜你没有看过蓝亭 如果你看过蓝亭 你可以更上层楼 因为蓝亭是王羲之 最好的字 那萧毅就觉得 有一点眉目 有点眉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其实这个故事 我一直觉得蛮悲惨 就是说利用一个人对你的信任 最后你要去骗人家的 我们叫萧毅转蓝亭 转就是骗的意思 要去骗这个蓝亭 那这个变才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看过蓝亭的话 你的字会更进步 那这里有一点知己了 变成知心才会讲这个话 萧毅就说蓝亭不会在人间 在人间的话 这么久都没有看到 那可见已经不在了 所以就用激将法 那变才就跟他说蓝亭在人间 然后就跟他讲说 就在我这里 那晚上就关了庙门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上 有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有一点不安的感觉 因为他大概知道 这个师父要受骗了 就出家人心地也很单纯 那碰到一个这个情报员 你就完蛋了 那么他就在骗他 我们可以看到 萧毅的身体有一点点不正 其实画家在这里 借着他表达说 他要骗这个老和尚 那后来就请这个和尚 从大梁上拿出蓝亭真机 那一看真的是蓝亭 萧毅就从他的袖子里 拿出唐太宗的诏书 就征召蓝亭 就是因为过去的习惯 就是皇帝有权征召 你的私人财产 那据说变才当场就气死掉 那么这个故事后来 写成了很有名的 一个文学上的传述 甚至在戏曲里面 都有这个故事 可是有人不太相信 有人怀疑觉得唐太宗 好像也不至于 做这么卑劣的事 去骗人家的蓝亭 可是这个故事 也因此使得蓝亭 这个版本出现了 各种不同的版本 那据说唐太宗拿到蓝亭 以后就找当时的 一代大书法家 欧阳勋处 虽良于世南 临摹蓝亭 所以他虽然把蓝亭 争积陪葬 可是他留在人间 各种不同版本 所以现在在日本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故宫 有各种不同的蓝亭 蓝亭我们看到后面 其实是比较 不同的感觉 刚才讲天朗气轻 汇丰合唱 讲一种美 人走当自然的美 可是后面 他讲灵魂结岛 所以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哀叹 结是叹气的意思 哀倒 不能欲知于怀 我觉得心里面 还是有一种 不快乐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固知一死生为虚淡 他说他读了很多书 比如说庄子 常常讲说 你要把生死看开 生跟死是同一件事情 不要在意 可是他觉得 我做不到 固知一死生为虚淡 其彭伤 彭是那个活 八百八十岁的彭祖 伤是二十岁就死掉的 一个男孩叫伤 所以他说 活很长 或活很短 应该是奇物论 就是看成是一样的东西 为妄作 他觉得他也做不到 所以王羲之这里面 也有一种真性情 是他觉得 我读了这么多的书 我也修行了这么多 我也读吴家 佛家 道家 可是我碰到人的死亡 我碰到人的腰折 我还是痛苦 我好像没有办法过这一关 所以他讲的 非常的真性情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他讲说 后知试经 以后的人 也许一千多年 两千多年以后 有人来谈我们今天的人 意犹今之世习 就像我们今天谈古代的人 每一代人都在哀叹 过去的人 比如说我们常常 哀倒我们的父母 可是将来 我们的下一代 又会哀倒我们 他会觉得人 永远在这种 哀倒的过程当中 悲夫 他觉得很悲哀的 这样的事情 故列续 识人 录其所述 就讲说 我今天把大家写的诗 集在一起 那么希望以后 后知难者 以后看这篇文章 亦将有感于斯文 可以感慨 我们看到这边也是涂抹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草稿 可是这个已经是 唐太宗之后 磨出来的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说 我们这么崇拜王熙之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 看不到一个 王熙之的字 全部都没有 那只是唐太宗 当时临磨下来的 这些零本 构成我们在猜测 王熙之原来那个作品 到底有多美 因为临磨的东西 毕竟比不上原件 就说如果今天 有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有很多的临磨版本 绝对比不上 那个最好的东西 所以唐太宗当时 也曾经觉得说 我把这个东西带走了 我带到我的坟墓里去 那么人间看不到 他觉得很对不起 他就想说 找大画大书画家来临磨 还有一个方法 就磕在石头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叫拓本 就是拓在石头上 磕在石头上 然后拓下来 所以是反白字的 因为白的部分 就是凹下去的部分 那么磕在石头上 因为石头比较硬 比较不容易败坏 所以你就会觉得 它可以保存长久 可是我们知道 唐太宗过了以后 到唐末五代 发生战乱 这个石碑就被 抢来抢去的 最后就丢在 什么沙虎林中 也没人管 那么最后 在宋朝被一个人发现 那么因为根本 我们就会发现 乱世的时候 以文化的真品 是被当成垃圾 一样在处理 那么最后来 就重新拓出来 叫做定武 因为它是在定武 军这个地方发现 发现了这个蓝亭 所以就出现了 我们现在讲的定武蓝亭 定武的拓本蓝亭 我们知道拓本的东西 在中国古代 有一个很坏的习惯 就是说 我今天 我要保有一个拓本 我就把它拓下来 拓下来我拿到 我已经拓好了 可是别人也会来拓 对不对 等于是印刷嘛 因为它有点像版画 所以我就把其中一个字打坏 打坏以后 我的版本就是绝本 这样可以理解 就另外第二个人 去拓的时候少一个字 所以现在常常 讲到定武蓝亭 就少缺四个字的 缺五个字的 或者全本 你可以看到 我常常觉得很有趣 就王羲之的故事 其实给我们一种 很大的讽刺 就是说 这些人可能爱王羲之爱美 可是最后爱美会有自私 就像唐太宗 把最好的东西 带到坟墓去 就像一个人有孤本之后 他要把这个石碑打坏 我们常常会在爱美的时候 检讨说 我们的美会不会变成一种贪心 就是美变成贪心 美变成自私 它的意义何在 那所以我们看到 刚才那个定武蓝亭 那么这个有神龙本的 另外一个拓本的蓝亭 所以不同版本的蓝亭 今天在人间流传 可是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过 其实没有一个是王羲之的真心 所以王羲之如果死后有知 会不会觉得很荒谬 就是他当时只是在乱世当中 留下了一个他的真性情的痕迹 可是结果变成大家 抢来抢去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常常会跟朋友讲说 真的喜欢蓝亭 那么也就可以走向 天朗气清汇风合唱 你就好好地去感觉 你活着的季节 你活着的山水这么美好 好好地感觉到身边有一些 人品非常干净的人 可以相处得很好 我相信那个是蓝亭 对我们的启发 蓝亭真的的意义 其实不见得一定是 那个书法 就是要贵到那个程度 要那个变成 珍贵到你看不到 然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 我常常讲说 唐太宗一生就喜欢王羲之的字 喜欢到最后 死的时候有这么大的痛苦 因为你爱一个东西 你带不走你就会有痛苦 那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带到坟墓里 为什么觉得这个留在人间 美跟爱如果不能跟大家分享 变成一个大美或大爱 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会觉得王羲之的字 在中国的美术史上 其实代表了另外一种 不同的开示方法 就是我觉得 王羲之的本意绝对不是如此 因为就是他的草稿而已 他的信 他留下来的东西 是什么随意自在的东西 问朋友好不好 或者奉取三百枚 说我送三百个橘子给你 那你接到了没有 只能就像一个短讯一样 那可是后来的人 把它当成是 抢来抢去的 珍宝的时候 其实完全上是王羲之 原来的这个意思 所以因此我觉得 大家今天看到不同的版本的书法 你爱这个书法 你自己写这个书法 我觉得应该体会 王羲之真正的本质 那如果只是在卖弄 王羲之的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讲版本 讲到说这个东西多么贵 多么哪些有权利的人拿到 我觉得反而走偏掉了 我相信蓝亭真正的精神是 世日也天朗气氢 汇风合唱 仰观宇宙之大 复查品类之圣 所以游牧成怀 足以己事听之语 每次心里面那个句子出来的时候 觉得很感动 就是宇宙这么大 你干嘛要这么执着 你为什么不可以更豁达 更潇洒 那更把爱跟美去跟别人去 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